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什么话题呢?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剪了头发,第二天去学校或者办公室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自在?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同学或者你的同事是怎么看待你的新发型的? 或者你在公司的走廊上遇到一个同事,你跟他打招呼,但是他却没有理你,你会不会觉得他不喜欢你? 或者是昨天你说了一句什么话让他不高兴了? 又或者当你想往Instagram上面发照片的时候,你会不会先把自己的照片批得美一点? 如果上面我说的三种情况你都有,那很有可能你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当然,在意别人看法的表现有很多种,远远不止我说的那三个例子 也许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身边的人非常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总是在你的身后指指点点,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你要知道,别人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关注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烦恼,自己需要关注的事情 所以别人能够用来关注你的时间,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实验叫伤痕实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实验呢,设计的非常的巧妙 或许可以帮助你理解别人的想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实验人员告诉那些参加实验的志愿者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观察别人对身体有缺陷的陌生人的反应 特别是那些脸上有伤疤的人的反应 那些志愿者就被安排在一个没有镜子的小房间里面 好莱坞的专业化妆师会在他们的脸上画出一道可怕的伤痕 然后这些志愿者就会被送到人多的地方去观察别人的反应 化完妆之后,化妆师会拿出一面小镜子 让每一个志愿者看一看自己的化妆效果 看一看自己脸上的这一道疤 然后呢,这面镜子就被拿走了 当这些志愿者准备好出门的时候 化妆师跟他们说 等一等,我需要在你们的脸上抹上一些粉末 来防止这道疤痕被不小心擦掉了 实际上,化妆师偷偷地擦掉了刚刚化好的疤痕 也就是说,当这些志愿者出门的时候 他们的脸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也就是没有疤痕 他们就是以前的样子 这些毫不知情的志愿者被派到各个地方 去跟别人交谈 来观察别人对他脸上伤痕的反应 规定的时间到了 回来以后,那些志愿者无一例外地说出了同样的感受 就是他们觉得别人对他们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 而且总是盯着他的脸看 有些人甚至还露出了鄙夷的表情 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脸并没有不同 和以前一模一样 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 其实是他们错误的自我认知 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自我认知,简单来说就是 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自己对自己的感受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漂亮 你会认为别人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受欢迎 你也会觉得别人觉得你不受欢迎 也并不可爱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缺陷 你可能会觉得每个人都非常在意你的缺陷 就好像以前我脸上有一个青春痘 我就会觉得跟我说话的人都在盯着他看 我们怎么看待自己 往往会影响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著名的社会学家Charles Cooley 希望我的发音是正确的 Charles Cooley 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不是我认为的我 也不是你认为的我 我是我认为你所认为的我 这句话非常的拗口 或许你们可以按下暂停键 来思考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的受到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影响 当我们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而我们认为的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也会影响我们在别人面前的行为和表现 在之前的视频我不够漂亮中 我们讨论了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去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那在这里或许我们也应该花一些时间去想一想 你认为别人是如何看待你的 并且去挑战一下这个想法 你的认为是可信的吗 如果你觉得别人认为你不漂亮 那或许你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呢 别人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还是你像实验的志愿者那样 认为自己的脸上有一道难看的疤痕呢 这些问题就留给大家慢慢的想一想吧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 对了 在回顾今天的词汇之前呢 我想先为我的Patreon打一个小广告 那我在Patreon上面呢 为大家准备了一些阅读材料 有那些有意思的小文章啊 还有一些新闻等等 都不长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忙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但是如果每天你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可以用来学习中文的话 那我的那些材料就是非常好的了 每一个阅读的材料呢 我都会列出那些非常重要的词汇 给大家解释 并且给到大家例句 那在我的Patreon上面呢 我也会慢慢的放一点podcast 就是一些音频 也都不长 帮助大家每天练习一下听力 感谢大家多多支持我的Patreon 自在 形容没有束缚 没有精神负担 在家里 换上睡衣和拖鞋 可以自在些 退休后 爸爸每天种种花草 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在意 放在心上 当作一回事 留意 我并不十分在意我的外表 他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远远不止 超过很多 如果想要进入哈佛 你需要的努力 远远不止现在这点 我们服务过的客户 远远不止几千人 直指点点 表示在背后议论 批评别人 说闲话 不要对别人的事情 直指点点 我们还有一个词 直点 意思是 点拨 引导 在老师的指点下 他重新制定了 学习计划 指点你的 是贵人 直指点点你的 是小人 偷偷 表示暗中进行 不让别人知道 他妈妈不想让他学习画画 他就偷偷地去学 这次考试没过 他偷偷地躲在洗手间哭了 毫不知情 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内情 一点儿不知道 我假装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他们拿了一些仿冒品来欺骗毫不知情的顾客 无一例外 没有一个不属于这个情况 没有其他特殊的 在场的人 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警察的盘问 这个餐厅每天都很多人 无一例外 不由自主 由不得自己做主 控制不住自己 我刚到蒙特利尔没几天 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个城市 河边的落日很美 让人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想要好好欣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希望对你们的生活有帮助 也对你们学习中文有帮助 不要忘记去我的Patreon 下载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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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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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